一星期一本书 会 知乎上有个问题 被爱人欺骗是什么样的体验 有个高赞回答是 我很难过 不是因为你欺骗了我 而是因为我再也不能相信你了 深以为然 被自己深爱的人欺骗的滋味不好受 可是当你还得跟他生活在一起 心里不再信任对方 甚至谨小慎微到 什么都想怀疑猜忌的时候 才真的是痛不欲生 男人心累了 不要去找女人 男人心累了 如果家里没有倾诉发泄的地方 他就会在外面 去寻找发泄的借口 一旦他从自己的感情世界里将你划分出去 心底有再多苦 再多累 再多痛 他都不愿意再跟你分享 跟你抱怨 跟你共同承受了 人在感情脆弱的时候 最容易被外人入侵 时间一长就会深陷其中 忘了这背后隐藏的都是伤害和悔恨 有男读者留言问我 说他背着妻子网恋的女子把他骗了 怎样才能挽回 他说尽管几年间 给女子的转账 私下见面 购物 过节 送礼 花费都很大 但他觉得自己并不后悔 因为这是他愿意为他付出的 他觉得自己想要挽回 不是因为付出的金钱和时间够多 而是他认为 这段感情中 自己付出了真心 从后来的聊天中发现 他从刚开始 逃避老婆的心态 已经转变成 非情人不可的地步了 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 自己认认真真付出感情 准备跟妻子离婚 同女子名正言顺 结婚领证 在一起的时候 女子却就此离开了 聊天中 把他臭骂一顿 然后删除拉黑了 所有联系方式 事情到了如今 别人去评判是非对错 已经不重要了 我只想说 如果你痴痴地 追求这个所谓的真情 最后也一定是一场空 女人心累了 不要去找男人 女人有泪 自己流 有苦 自己受 有了委屈 自己忍着 其实 排解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时候 你越想不通 越容易受情绪左右 女人最终的温柔 女人最终 还是要靠自己 我们能做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爱护自己 让自己变得强大 异性交往 有多少感情 能够依靠得住 就有多少感情 会轰然倒塌 有时候 太把情当回事 就只会让自己伤得更深 女人有情 但不会真的有人懂你 理解你 你以为的自己想要的安全感 在别人眼中 可能只是一个摆弄的姿态 真正的安全感 都来源于 自身的强大和自信 男人心累了 会被情人骗 因为没有理性 看不清 别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女人心累了 会被自己骗 因为过于敏感 看不清 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感情 向来都不是平等自由的东西 只不过 有的人 有的人习惯了用多少来掂量 有的人 习惯用是非来决断 归根结底 都是人的问题 都是人心的问题 而我们 也只能在一次次迷茫中 找到自己 然后好好告诉自己 自己安好 就是晴天 好了 今天的文章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主播 真大真 我依然在新疆 期待着与您的 下一次相遇 晚安啦 他就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